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会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完成讨论限制提供数交代法律草案 以及设立澳门轻轨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法规草案 交代收费法案建议 在零售行为中 必须以有偿方式向他人提供交代 第一个就是建议 在零售行为当中 一是必须以有偿方式向他人提供交代 因为你比较费的话 一定要收费 在零售行为当中 收费一次 就会由行政长官员公布在澳门特连远居 政府公布的批示令到金額去断 当时是你咨询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提议你一问 在收到的意见当中 大浓门在这方面是 深费关门是商户零售单位拒收的 这个我们亦都是参考一些地方的经验 亦都考虑到那个行政成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建议 这个亦都是在平衡社会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觉得在澳门是用这个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至于刚才姐姐朋友问到超市里面 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不可以被交代 其实很简单地说 如果一些已经是完全戏密 即是密封 我想如果说到直接一些 这些被拒绝的食品 如果再给交代是要收费 但是一些没有拒绝的 譬如水果、肉类、鱼、鱼 或者其他没有蜜蜂包包住的食品 是可以提供交代给他们 另外 轻轨公司行政法规草案辞出 特区政府建议成立澳门轻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资本额达14亿元 许可次立 由澳门轻轨人政区 工商发展基金 及 科学发展基金 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名称 是名为澳门轻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所认的 包括建造和维路用轻轨系统 运营基础设施及设备 以及运营相关系统 当中包括运营管理 提供客户服务 公司还可以提供延伸服务 并且可以直接或间接向其他相关实体 提供支援服务 公司的资本額是没有问题 14亿元 就由股东力按照 下列的比例 率运营业轻轻轻轻 并且现金支付 澳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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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公司的运作 如果开始运作 如果开始运作 GIT正如司长在多次的公开场合 也都说过 必须要撤销 人员那方面 我们现在是在这些行政程序上 是安排的 可以这么说 这间是私人的公司 即私营的一个公共资本的一个公司的运作模式 所以他请人员 是透过自己公司的一些章程制度去运程的 我們對於運勤辦撤銷了之後的人員的安排 正如支持我們多次都提及到 這些人員可以選擇有個選擇的機會 可以選擇留在政府的部門工作 也可以選擇參與這個公司工作 因為他們經過多年的工作 也有一定的經驗 也熟悉這個運作 有關生效日期方面 限制提供塑膠袋法律草案建議 該法案自公布後滿90日起生效 而設立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法規草案則建議 自公布翌日起生效